这个东西大家小时候都吃过 但是很多朋友不会煮 今天教你们一个方法 简单又详细 先把银米用炉成油温 炸20秒捞出备用 如何辨别炉成油温 先杀几颗银米 如果5秒钟之内 能全部浮起来都OK了 炸好的银米倒到盆里面 再放入自己喜欢吃的结构 全部搅拌均匀 洗过烧两瓢水 两瓢白糖 半瓢白糖 没得你也可以不放 开中火慢慢的加热 边加热边浇度 湿气受热均匀 把水分炒干 炒到烫浆浓浓浓 半透明 并且开始变色的时候 倒入炸好的米花或坚果 关火快速搅拌均匀 每天都在教主菜 如果看完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 能不能点一个免费的小红仙 支持一下 非常感谢 找一个铁盘 会在模具 撒上熟的白芝麻 再放入炸好的米花 趁热快速压进 中间尽量不要有缝隙 为了保鲜器件 还可以用猪串的干面杖 干一下 更加精湿 趁热坨匀 再盖刀 趁大大的小坨坨 这都是小时候 童年的回忆 米花趟 香甜酥水 一口下去 马上让你回到五炉水 香甜酥水 小坨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